而现在日本也是持续的在进行搜救当中 主要时穿7.6强症 依旧是造成了非常多人的死伤 而且目前最新的死伤数字 我们也提供给大家 目前上升到接近百人死亡 已经来到94人了 而且还有222人失踪 而且自卫队的持缘人数也快速增加 昨天我们告诉大家是4600人 现在增加到了5000人前进灾区 希望可以赶快把相关活埋在 这些断源残壁底下的灾民赶快救出来 而且现在他们同时间不断要搜救 还要面临到是余震的威胁 因为到现在已经超过有600起的 震度1以上的地震 还有在富山县第一次射到了 震度5强的地震 当然让很多的救援人员也是非常担心 甚至这种大型的余震 还有可能会持续下去 像是富山大学的明明教授就说了 这种大型的余震将会持续大概两个星期 而且还有可能发生跟元旦相同的五级地震 所以说在跟这个时间赛跑的过程当中 可能还要特别小心到地震 还有余震是不断的在发生 甚至还要特别担心的是天气状况 因为主要包括北海道还有北陆这些地方 天气是不太稳定的 除了持续的下雨之外呢 日本的气象协会有说不止下雨 北陆地区更要小心到是温度开始慢慢的往下掉 尤其这个雨势再加上这个冷空 接下来就有可能出现大雪情况 在两中之内会持续的降雪或降雨 最高温只有5度 所以对于还在受困的灾民来说 都是个非常严苛的考验 还有石川县的轮岛市市长 他就说了目前还被活埋的人超过100人 再加上整个道路中断 还有土石摊放的影响 也让所有的救援行动跟着受阻 而现在呢有越来越的外国媒体 也前进到了轮岛市 他们透过空拍画面要来告诉大家 这边有多惨烈 发现前方有土石崩塌 轮岛居民见到状况不妙 开始往后倒退 一旁的男子疯狂呐喊 因为他们眼前的山坡 随着土石流快速滑动 这是元旦当天强政后引发的土石流 眼前的道路瞬间被淹没 土石流造成惊人破坏力 有民宅被冲垮 直接被推到山坡下 树木也被连根拔起 画面相当惊人 石川接连强政重灾区轮岛市几乎全毁 从扣拍机往下俯瞰 所有的房屋都被以为平地无一完好 就算没有倒塌也被烧成焦黑 救难队人员现在只能挨家挨户 赶紧去找可能还受困在瓦砾堆下的幸存者 最后成功救出好几位 但现在更严重的状况是灾区没电没水 居民还得去河边取水 这名男子在废墟中一边倒猫粮到瓷碗里 因为他养的三只猫在地震后失踪 现在只希望爱猫还活着 TPP新闻综合报导 而既然灾区这么惨需要这么多的人力救援 有没有可能有外国的相关的救援物资 或是救援人力进到灾区里头帮忙呢 而现在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就说了 目前不接受海外援助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大量人员进入到灾区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也不像三一的灾区遍布各地 甚至呢其实现在很多国家的救援能量 也都准备好了 像是中华民国 在之前呢我们也组成了一个搜救队 但是因为现在日本是确定不接受海外援助 所以我们是解除待命了 但其他包括南韩啦 美国啦还有英国等这些国家呢 其实也都准备好他们的救援能量 包括物资还有人力等等 但是也因为岸田文雄的这句话 目前不接受海外援助 再加上这个中华民国的搜救队 解除待命的状况之下 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日本去 日本的社群媒体上 其实也针对岸田政府有非常多的抨击 说什么呢 说是在揣测中国大外的想法吗 还有是讨厌台日友好吗 怎么不接受外国的救援能力跟能量呢 日本的学者就说了 我不认为搜救队目前是足够的岸田内阁 到底在顾虑什么 其实现在也大家都很希望 岸田的内阁或是岸田政府再次 虽然说现在他们已经召开记者会 对外说明说他们认为现在是不需要的 但是恐怕短时间还是很难消你 这种民间的质疑声浪 接下来我们再跟着TBBS的团队 进到这个距离重灾区 大约有80公里的富山县 这边也有不少灾情 甚至大家觉得更严重的威胁 是土壤异化的情况 据本能登半岛地震 受破坏的不只有石川县而已 隔壁的富山县也有灾情 屋主一家人正在瓦礫堆中 寻找还能使用的瓦片 希望作为重建之用 这是兵建市全岛的两栋房子之一 只是周边的还有不少栋房子 已经成了围楼 在我背后的这栋建筑 它为什么会应声倒塌呢 主要是因为 它没有经过防震系统的一个补墙 这些瓦礼的房子 大多是老旧的木造房 只是第一头 用石头搭成的神社鸟居 还有入口处的石牌 通通在地震中摔成好几段 地震对富山的影响 连在县首府富山市都能发现 在我背后就是富山市一所 也就是富山市的市政府了 事实上发生在一月一号的 能登半岛地震 在富山这个地方 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而且就在市政府的大门口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地方的人行道 跟一般的道路上面 其实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落差 富山市政府外头的马路 拉起了封锁线 因为土壤液化的关系 这里的地面松松软软的 就怕人车经过会带来更多危险 其实富山在日本人眼中 向来以安全闻名 富山这个地方过去其实一直都被认为 是日本最安全的一个县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富山这个地方 是没有台风的 除此之外 它对地震发生的频率非常的低 今年的能登半岛地震 在日本气象观测史上 还是第一次在富山 侦测到震度五强 堪称富山县史上最摇晃的一次 只是当大家一直关心石川灾情的同时 富山县民想说的是 他们其实也是受灾者 TV新闻 两千波国产域 在日本富山县的采访报导 再来我们来看到 日本东京羽田机场的飞机 相撞意外 目前最新的处理进度 由此我们先来看到 这两机相撞 至少造成了五死十六伤 等等五死都集中在 海宝机的这个上头 预计呢 取消了200个航班 还有影响超过33,500人 到底整个事发原因是什么状况 其实目前大家都指向说 很有可能是这个海宝机的机长 一次是听错指令了 而在今天的最新的处理进度 当然是希望可以赶快把这个跑道控出来 让整个东京羽田机场的这个 运量还有这个能量 可以赶快的恢复 所以在今天展开的是日航的机身 撤除作业 切除了机翼的时候 却突然出现了再次点燃的情况 起火冒黑烟 预计是顺利的燃料被点燃了 在当时其实也让大家觉得蛮紧张的 但事发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重新来梳理一下 其实路透社就说了 其实在事发前的24小时 海宝厅的官员现在最新的说法是 这个机长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在事发前的24小时 这架海宝机是两度前往了石川灾区 而这一次出事的这一趟呢 是第三项的紧急任务 还有这名公保机长39岁 他曾经到这个日本最南的地方 叫做冲之鸟岛 调查大陆的舰艇 5个小时才刚回来不久 而且他本身的资历也非常丰富 就有5年之久 而现在呢有更多的数据 还有资料希望可以来获取 所以黑盒子的能量 还有这个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已经回收了两个黑盒子 包括是座舱语音记录器 还有飞航资料记录器 而美国就会协助来读取里头的资料 但是其实当然大家就责 而且要搞清楚事发状况 必须有三方都希望搞清楚 一个是塔台 一个是日航机长 再来就是海宝机的机长 今天最新的说法是 塔台人员说他们在下指令给海宝机之后 就去调度其他的航班了 所以基本上他们也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海宝机会出现在跑道上 长达了40秒 还有日本的TBS就报道指出 海宝机因为行程延误 这名机长太急了才会听索指令 日航空八残骸周五下午又冒浓浓黑烟 消防车紧急洒水 因为任何一点证据都对事故调查相当重要 回顾事发前对话录音 塔台和日航516班机沟通没出问题 真正出事是下一段对话后 塔台要海宝机待命 海宝机却前往跑道最后被撞 NHK报道塔台人员在接受调查时 说当时因为忙着其他飞机调度 因此对海宝机下令后就没有继续追踪动向 另外TBS报道传出海宝机疑似震灾形成延误 机长为了赶时间慌了手脚才会闯入跑道 而跑道上的红色警告灯当时也没亮 其实雨田机场早公告 去年12月27号到今年2月21 警告灯维修不会亮 接下来调查就要好好分析黑盒子 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协助黑盒子解毒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是美国团队去日本帮忙 还是会把黑盒子送去美国 TBS新闻综合报道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